这个玩这个魔术方块 我也是80多岁我才开始学 是我外孙一手教我的 所以我可以玩到 四乘四的魔术方块 在叶高龙的指尖转呀转 好像难不倒他 其实他才接触没多久 所以我现在学到空中的三角形 跟这个的三阶到五阶 我都可以玩了 不只玩魔方有一套 厨艺更是吓吓叫 慈激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他长勺 能够绑得到最好自己身体健康 可以出来做是最好的 2010年叶高龙因为先生了意外往生 曾一度陷入忧郁的状态 在慈激志工不断地邀约下 他开始走入慈激 也慢慢走出忧郁 并在78岁时受证成为慈激志工 母亲就是在心灵上有一个寄托 比较好的走出来 然后他也很积极地去参与慈激的 像比如说环保啊 然后像家访探访 然后去做关怀 然后包括去素食组帮忙组 所以这些活动包括很多的 一些线上线下的课程 所以让他不断地学习 我觉得这样子能够让他保持很活跃 而且很积极很正向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对的是我们做就对了 在慈激这条路我也卸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认为能够做的我们就做 不要有所埋怨 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一念心 叶高荣用自己的勤勉不屑 给了子女和年轻志工最好的成交 大学新闻 苏玉花马来西亚报道 我认为了